在這裏我會講解一個人如何得到釋放 釋放是什麼 為什麼需要釋放呢 第一就是了解神創造人時是最完美的 無論在心靈、身體、靈魂 他的思想、意志、感情和整個人的靈魂都很健康 身體又健康 但是當人類犯罪之後就有很多不同的事情發生 影響人的思想、很多錯誤的思想 正確的思想就是深信神是愛我們的 神是看錯我們的、神幫我們的、神會提升我們的生命 這些是正確的思想和人是寶貴的 我們自己也是寶貴的 每一個人都是值得去珍惜的 而且神在每一個人生命中有拼命計劃 這些是正確的看法 當人在這些正確的看法 他就會對於自己的生命是很正面的 就不會是灰暗、負面的 但是當人類在這個社會其實有很多問題 你日常和人接觸都會看到很多人有問題 看電影也看到很多人有問題 看電影也看到很多家庭爭鬥 人的不開心、情緒 他在電影也說很多這些事情 就算是說戀愛 他也經常說到戀愛的關係 產生了很多的不開心、煩惱在裡面 好像人生就是充滿煩惱 很多人認為人生就是這樣的 但這個其實是犯罪之後才是這樣的 在人類犯罪之前就不是這樣的 在人類犯罪之前 每樣都是健康、平安、喜樂的 我們如何回到這種狀態呢? 這個就是釋放了 如何回到原來的狀態? 首先就是了解我們 什麼地方是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需要輔導的 輔導和自己面對 就是有些什麼人的心靈裡面 思想有些什麼錯誤的 有些什麼錯誤思想如何影響我們 那個情緒、我們的意志、我們的感情 有些什麼問題 我們要在這些地方和生活的方式和人相處 這些都有問題 所以就會產生很多個人的問題 這些是需要去處理的 這個就是輔導 就是幫助這個人 能夠進入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 進入一個能夠接受自己、接受人 還有有神的愛 最重要是有神的愛、神的同在、神的祝福 這個人有思想、魂的醫治和有靈的醫治 靈的醫治是怎樣呢? 在聖靈的臨在 聖靈就會自己帶來醫治 即使我們其他時候都會有人感動、會哭 其實那些哭都是一些憂傷走出來 就會有些重淡釋放 又有邪靈釋放 因為其中一件事就是 聖經講到 在未信的人 他們都是有邪靈在他們的心中運行的 所以就影響他們整個生命 而邪靈是會捉緊我們的罪 捉緊我們的問題 捉緊我們拜過偶像 不走的 而且他平時是潛伏的 潛伏就是說 你看到那個人好像沒什麼事 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 但是有時候問題嚴重 就越來越看到了 那有什麼看到呢? 看他的情緒 看他的失控的程度 還有有時候邪靈會說話 邪靈會跟他說話 邪靈會會怎樣呢? 告訴他 你沒用的 你要死的了 你跳樓 邪靈會說這些 這些都是未信的人 有些是嚴重 有些是沒那麼嚴重 嚴重的那些他自己也知道的 你會看到他有很多問題 在這裏 這個邪靈運行的意思 不一定是附體的 附體 通常怎樣是附體呢? 是這個人的意志和行動都受影響的 就是他 好像他不能夠說他想說的話 好像裡面自己說話 或者自己要他做一些事情 這個就是邪靈附體 就是去到他影響的意志和身體 就是有些嚴重的 甚至他想做的事情都做不到的 就是邪靈會經常搞妖她 這是一個嚴重的情況 而很多人未必去到這麼嚴重 但就會發覺有些人有情緒問題 有些人會說 那是否情緒就是邪靈的影響 其實是全部的 邪靈是影響人的 亦都是有思想意志感情的問題 和神的關係的問題 就影響整個人的健康了 所以要回到得到醫治 首先就是和神建立關係 深信神的愛 因為神的愛是給我們安全感 和神的同在會帶來醫治的 又需要輔導 有些人很喜歡釋放祈禱 因為釋放祈禱呢 所以祈禱是不需要做什麼事 祈禱 有個人和祈禱 祈禱越期越鬆 那時候只是被動的 但如果回家又有些情緒的話 那些邪靈又不走 因為逐實 因為情緒而不走 即是停留在這裏 而在聖靈臨在的時候 聖靈就會將邪靈彰顯出來 即是開頭沒有東西 看到的 奇奇怪一套 他忽然間會哭出來 忽然間會有些反應 那就是 那些邪靈本來好像躲在那裏 他就將它招起 招起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有信心 尤其是很開心 怎樣開心呢 因為耶穌很開心 那邪靈便容易閉 即是說耶穌這麼好 好感激神 耶穌真的好 有耶穌 我有盼望 我整個人可以開心 那越開心 越是因為神而開心 又有信心 那時候奉耶穌命 便容易趕走的情緒 而我發覺放鬆的人 心信情一定要走 有信心奉耶穌命 吹出來 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有些人會吐 有些人會 所以前已很久 很緊 其實呢 最好那時候 一放鬆 有信心 耶穌在愛我的 所以有時候 叫他們被釋放 你嘗試感激耶穌 大聲地說 多謝耶穌 和他很開心笑 感謝耶穌 很開心 這樣的時候 是更加容易釋放出來的 那我希望大家聽到之後 你就看看你自己內心有些什麼 需要處理的 就算擔心我 譬如說 好像他本來問題不是自己的 是家人的 或者是某個朋友的 那麼 擔心了 就變成一個人低沉 不開心 煩惱了 影響睡覺了 這些都是被邪靈影響 即是他又影響著我們 我們的魂 和我們的靈 邪靈影響不一定是附體的 邪靈影響 可能這個人經常都很煩 很不開心 總之一個人不健康呢 是有他的思想 意志 感情 和靈 而邪靈進來 是讓人影響了 有邪靈的人 就讓人影響了 有些人就說 有問題 是不是一定有邪靈呢 是有邪靈 不過不一定是邪靈附體 邪靈的影響一定有 就是說 他不一定是附體那種的 而是他被魔鬼影響 他活在是被魔鬼的 所以聖經說 犯罪是被魔鬼立地無的 所以犯罪的時候 就是魔鬼進來 就是影響著他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會全面性處理生命 全面性處理生命 全面性活在神的 神的旨意 神的計劃 神的愛 每天都平安喜樂 讚美耶穌 越讚美耶穌 神的同在越強力 然後在神強力的同在 就把邪靈吹出來 奉耶穌名吹出來 奉耶穌名管出來 這個就是可以長期 保持聖靈充滿 和邪靈管出來的方法 所以最重要是 你們自己繼續去做 就不是我們跟你做 因為我們實際上 我們不能夠每天都做很多很多 因為我們持續實際上 我們不能夠 每個人都跟著他做 始終的責任在自己本人身上 就是說我們幫他 但是他回家又 同樣進入一些問題 始終的問題都不走 OK 4分文靈 5分文靈 5分文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